在特战旅的骨干集训中 有刚从军校毕业的牌掌 也有刚刚当上班长的战士 英雄不问出处 为了加入猎豹突击队 成为利刃上的刀尖 集训队员展开了一轮轮的比拼 面对教官设置的魔鬼课目 他们将有着怎样的表现 残酷淘汰 谁又能坚持到最后 军事计时本期播出 龙虎斗 特战队集训计时第一季 参加特战旅的骨干集训 是从意志障碍训练场开始的 所谓的意志障碍训练 主要是对集训队员的身体承受力 心理素质 意志品质的综合考验 特战旅 特战旅又被称为西南猎豹 而猎豹突击队是这支部队历刃中的刀尖 为了从刚从军校毕业的排长 和刚刚当上班长不久的战事中 选拔出过硬的特战人才 来自猎豹突击队的教官 要求很高 你在干什么 这是这么低高 你在干什么 这么高就在场上会吸引着 你知不知道 是 退回去手印 是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跑车 佩戴红色绣标 林锐是一名排长 但和佩戴绿色绣标的班长相比 林锐的差距不行 快点 跑起来 动起来 快点 腿动起来 这是什么 你在 动起来 快点 通过泥潭 这是班长的样子 特种训练虽然看似残酷 但要成为一名特种兵 这是他们必须要经受的考验 而排长林锐这边 却是这样的 教官对排长的要求 更为严密 有你这样的战斗还能带兵吗 战斗没有办法 还想当一个什么样的指挥员 快点 快点 爬起来 动起来 快点 动起来 动起来 放起来 快点 别人早就到了 你还在这 有什么带兵啊 动起来 放过你吗 都是为民人呗 快点 快点 上岸 快点 速度快点 上岸 快点 一只蜡在后面的林锐 到终点后 也是筋疲力尽 我心情很失落 我感觉自己 以为自己在学校 还可以 但是发现 还有很多地方 需要提高 很多方面 跟他们 事关比起来 的确还很欠缺 上岸 跟起 跟上 和林锐一样 刚刚到特战旅 其他排长的心气 也都很高 但是 刚刚搞完的训练 他们都要找找原因了 当个障碍 有个 有的地方 我们过得 不如他们好吧 因为他们 毕竟 从事特战 这个专业 很多年了 然后 可能比我们 数字方面 技能方面 可能要强一点 然而 教官却跟排长们的 看法不一样 有的干部 你有很多 讲条件 说来部队比较晚 训练时间比较短 一直在那里 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一只 要冲击没冲击 要干净没干净 你们能干什么 那么 在教官的严厉批评下 排长们 会不会有所改变呢 紧接着 又一个课目开始了 因为模拟的是负伤情况 所以 集训队员的手脚 都被绑了起来 他们只能依靠身体的剧烈扭动 才能前进 而教官还会择击下达考虑 让队员们向前翻滚 翻滚 翻滚 快点 翻滚 翻滚 现在你逃生的机会到了 太残酷了 不太好看 有个同事说很残酷是吧 有什么残酷的 战场比这个更残酷 不是我要对你们残酷 今天对你的仁慈 就是明天照顾了你的性命 什么残酷 这只是小儿科的一个 滚起来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动起来 完成同样的课目 班长们又遥遥领先了 你是指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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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落在后面 快点快点 怎么去打造 快快点快点 站好站好站稳 快点 快点 站稳 站稳 快点 站稳 快点快点 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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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站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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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仗林瑞也好不容易到了终点 但他还要坚持闯过一关 快点 这里 站起来站进去 站起来站进去 快点 快点 林瑞 不要让我看到你懦弱的一面 站进来 刚刚进行了激烈的扭动和翻滚 现在让队员们到轮胎里站好 快点 主要是看他们能不能忍受住血运 快点 五秒 如果五秒钟你进不来 你选择放弃 放开 手放开 站起来 手放开 站起来 站住 站住了 站稳了 看着我林瑞 看着我 现在我问你 这是哪个方向 这是哪个方向 老高 有点晕 把我脚放进去 晕 另一名排长却突然坚持不住了 滚了几圈你就晕了 到了目标你就逃阵成功了 快点 这就是你的目标 像这种搞训练 再有下一个 直接淘汰 你看 搞个这个训练 简单的训练 自己晕掉了 还抬什么打仗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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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训队一开始的训练中 排长们的素质和能力 都比不上班长 那么接下来的训练 他们该怎么办呢 虽然体能方面跟时光班长比起来 我们是要差很多 但是我相信自己可以坚持下去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代表新排长队就不能服输 我们就要勇敢的坚持下去 拿出那种勇敢值钱的精神 十二米高的潘灯楼 队员们要选择各种姿势向下滑降 滑将 之前的训练林瑞练的并不多 他的恐高比一般人严重 这是之前拍摄的画面 严重恐高 林瑞不可能一上来 就像其他队员一样完成训练 这是教官想到的一个办法 但架在护栏上的木板 只有一只脚的宽度 走 大胆地往前走 看下面 看下面 大胆地看 不要害怕 害怕吗 不怕 真的不怕吗 不怕 控制好 不要走 下面 我再带你玩一个刺激 让你看看我当年是怎么克服这个障碍的 来 两个人 把木板下在那个地方 这次 木板放在了潘灯楼的楼底 应该有危险吧 不能表现出软弱的一面 怕就怕怕 说出来 怕不怕 上 走在被悬空在十二米高的独木桥上 拍张林瑞真的能够克服恐高心理吗 而一名班长在体验了这个高度后 又对排张林瑞的表现说了什么 军事技时正在播出 龙虎斗 特战队集训技时第一季 克服恐高心理 排张林瑞必须要闯过这一关 而为了保证安全 她的身上也增加了保护绳 大胆一点 手慢慢放开 大胆向前一步一步走 一步一步走 手放开 手 手放开 还是有点怕 这个 全空之后 比地面十几米高 我赶紧你的腿啊 手全部都抖了 不停止啊 大胆我就从那走过去了 我能过去 你就能过去知道吗 加油 加油 小心自己 手 手 到这儿了我看你怎么转 到这儿了你个子找吗 你能过去吗 我要看下面 看前面 敌人在前面看前面 看下面你永远过不了这段坎 知道吗 你必须看前面 只有敌人在前面 你才有心让消灭他 想一想 如果有一天上战场了 难道就碰到这样的场景 你就不走了吗 站稳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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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 漂亮 再来 慢点 慢点 对 对 对 好 停 什么感觉 怎么办 但是你过来了 你翻篇后看一下 你过来了 你成功了 相信自己 好吗 是 你是最棒的 加油 不错 倒是 倒是第一步 对 又走了几次 林锐已经渐渐地 不再需要复着栏杆了 对 往前走 过来的时候 前两次感觉 那个木头一晃 心里面还是很紧张 那个脚都迈不开 脚一直在发抖 然后我自己 一直在鼓励自己 想着 毕竟这个科目 我不过的话 要给那个团队拉后腿 我必须克服这个障碍 然后我们这个干部队伍 才有可能战胜他们 通过艰难挑战 拍张林锐信心爆棚 而班长中也有不服气 这个看起来也没有什么挑战 没有什么挑战 看起来 看起来对我来说 应该说是小菜一碟 小菜一碟 这个很难确实很难 对 站完 站完 刚才我上去的时候 没上去之前 我感觉吧 这个楼还是不怎么高 我心里面把握挺大的 但是一上去之后 我就感觉 那个木板一晃 心里面一点把握都没有了 有一点点恐惧 感觉还是挺牛的 常人不敢做的尝试 我感觉到吧 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挑战 接下来 林锐还要继续进行 滑匠科目的训练 孩子 我在下面等着你 没问题的 他们练得多 应该更熟练一些 但是既然都这样说了 我也肯定要再做一遍 他们看一下我也不错 加油 手不要抖 加油 我相信你 好 动作二连还记着吗 记住了 好 准备 左手松 好 放 蓄固往下坐 再坐 林锐加油 加油 坐 往下坐 齐齐 登地 准备 等大一点 等大一点 大胆一点 虽然林锐的动作 不是十分规范 但他的表现 已经足以赢得 大家的认可 好 关键关键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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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步非常明显 我相信他绝对克服了心理障碍 下一步只要再多加巩固一下动作要领 我相信他可以一划到底 新的一天 又一个新训课目展开了 给你们提个醒 这个烟雾越浓越激烈 越刺鼻的时候 越要把心态放火 把心跳控制住 要平静下来 不然你越紧张 是不是 在那个坑道里面 不要在里面晕倒 这是你们做一条 五 四 三 二 一 准备好没有 准备好了 开始 这是一条光线荒暗的隧道 两人一座 队员们要在里面 找出做一条上 要求找到的情报 这一组是班长的线上 只有一个放动面具 两名队员要交换着用才行 每一组队员只有五根火柴 这里还有假地图的迷惑 而就是找对了地图 也还要量出坐标点 才能获取情报 受不了就快点出来 还有一分钟 我看到吗 应该是H 应该是H H 来 快点出去了 走走走 走走走 这里的墙子应该是到这里 走走走 出这么大的洞 你们已经被发现了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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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灯 找不到 全面火柴在那儿 我们只找到了地图 后面的情报获取 时间来不及了 主要是假的目标太多了 时间又短了 然后那个 整个通道又长 不知道从哪儿下走 我感觉他们估计 也很难 接下来 第一组牌掌 也很快就要进随道了 划火柴的时间 在哪儿划 你们稍微想一下之后 提醒一下 特别一百米你想想 一百米五根火柴 一根火柴大概在坚持 二十米左右 所以 一定要考虑清楚班长 同队第一小组 准备 和第一组班长 进隧道后的情况不同 此时的烟雾 已经散去了一些 这两名排长 选择了不戴房东面具 寻找目标 好 好 好 这个 壁桃 壁桃 这个不是我们要找的 我们是壁桃 是壁桃 是壁桃 第二组班长队 第二组班长队再次失败 好 感觉那边河洞太呛 太快了 呼吸不过来了 那感觉 这好人就感觉像被火烧一样 现在 前三组都没能完成任务 给我的理由是 里面设置的环境太复杂了 我们设置的条件 有比战争更残酷的吗 这次 我再给你们一个训练的机会 准备 跟着 这一组是排长兵瑞他们 进入隧道 带枪 找到了吗 找到了吗 还有两分钟 我再来带了一分单子 不要把火汤全部都浪费到这个地方 你们还要寻找情报 越往里走 烟雾越浓 李瑞他们的表情也变得越来越痛苦 艰难挑战中 他们能不能成为第一组完成这个课目的队员呢 明天同一时间 请继续收看 龙虎斗 特战队集训计时 第二集 第二集 在特战旅的骨干集训中 有刚从军校毕业的排长 也有刚刚当上班长的战士 英雄不问出处 为了加入猎豹突击队 残酷 残酷淘汰 谁又能坚持到最后 军师计时 下期播出 龙虎斗 特战队集训计时 第二集 就叫做这期的准备 旅行 是一个女性